另外Amy Kong回覆了我 究竟在哪裏呢? 孤立寡文,住元朗也不懂 她說最正宗,即是她吃開的那一攤 就在康樂路中銀後面那條橫行 那裏,我看看 有地圖,很有心 Amy,謝謝你 讓我找人去看看 不過這些不是經常開的 通常都是冬天的 我不知道她那一攤是否 她說有番薯等等 冬天就賣番薯或者實花生 夏天就賣蔗,馬體等等 以前的年代就流行這樣 其實那些鹽焗鵪鶉蛋也很好吃 不過很肥,一隻鵪鶉蛋已經夠肥 但你一買,你不是買一隻 你買十幾二十隻鵪鶉蛋 吃到真的不可以經常吃 很邪惡 另外Sunny就說Sogo去過啟德的地方 物業都是屬於利福國際 即Sogo同一個老闆 是大樓 OK,多謝你 另外她說燒烤那一攤就沒有收拾 搬去西青街 那一攤燒烤就很久了 她的攤位其實很小 拍著現在燒賣王后旁邊 Amy說原來是搬了 不是收拾了 這樣就先看看 那阿Joe就是昆記 這些不方便讀 大家留意看 另外 很多人跟我們說Hello 五安 多謝你們 謝謝各位 你說燒烤食 西環有間叫BBQ 第三階 為何突然說起 因為昨天看Instagram 看到一個舊同事 叫波仔 他又貼了那張照片 真的叫BBQ 幾個店 像店頭一樣 還有做些食物 即是在街邊跟你燒烤 即是在街邊跟你燒烤 去燒烤 你怎樣 海鮮 什麼都要說 最重要的是 我去到一定吃的 燒花膠 花膠 多少錢 三十多 三十多 在哪裡來 第三階 叫BBQ 大家搜尋 很可惜 以前那個年代 波仔的年代 就是DBC DBC的年代 可以放大約7點多鐘 然後就跑去吃 但現在不行 現在D100的年代 你們各個放11、12點 下去連麥記都關起來 我們真的是麥記都關起來 那裏專門做HKU的青年生意 也有 不過疫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繼續開 但約不到你們去吃晚飯 那時候DBC年代 你都收工下去 剛剛好 不要緊的 請我們吃中菜館 中菜館不值得吃 他好吃就無所謂 但是這個BBQ真的得吃 疫情現在訪問 我們正在說喝夜茶 還是下班 可以 德哥睡了 睡了 對 晚上11、12點 大哥 你來荃灣 我陪你喝 那些燒卡店開了很多 我做了幾檔 有一檔是很旺的 很厲害的 燒韭菜 對 燒菜包 菜不是燒的 是用石子包著 燒的 類似 燒烤 很棒的 挺好的 所以BBQ可以自己去燒烤也可以 也是這些地方 通常人均消費都是兩百多元左右 不好意思 你說燒烤 我再說兩句 早上一星期 新年 新年的時候 其實我家 每年 我爸爸 都有一些同事 同事 朋友 每年都會來我家燒烤 當然要 習慣 應該要維持 每年 今年是1月1日 然後也不是重點 因為以往的燒烤 都是我媽媽負責的 你知道通常這些 當然是煮飯 家裡的載行 負責買東西 醃製東西 都很順利 有很多東西吃 煮湯 煮糖 今年 我爸爸自己一個人 因為我通常現在不是住在 沒有工人 有 但也不是重點 通常我現在很少回家 因為我住在其他地方 有一個地方 我比較少回家 他就WhatsApp 我說1月1日 你過不來燒烤 然後我就說 好吧 陪我爸爸 沒事做 回來笑 那晚起碼有 最少十多個朋友來家 真的豈有此理 因為我爸爸不是很奶架 你知道男士有時不是煮飯 一去到 我說 你十幾個朋友 你幾條小腸 幾隻雞翼 怎麼會是豬扒 你夠不夠 然後我已經很擔心 跟他說 而且一看就看得出來 始終沒有 賣前準備得那麼好 我跟他說 這樣吧 我出去買 買東西即時加藥 可以了 不用了 然後我心想 本來我打算幫他 但他說可以了 不用了 然後說 要不要買棉花糖 我們不吃這些 要不要買丸 丸都沒有了 可以了 說一說 我都生氣 我心想 你自己的朋友 你死就死 最後 燒了一段 想吃多隻雞翼都沒有 真是人都瘋 真是酸 你老爸可能跟我們不同 我們那些 你燒烤打火鍋 買特的 對 你邀請朋友過來 你家裡 你有什麼理由 吃剩下的 你拿牛扒酒 你拿雞扒酒 你老爸做 真是 哎 通常有錢人都是厲害的 有個乖子 有個乖子 又提提 其實都沒有什麼 你燒烤火鍋 你的牛扒酒 你軟成不完 你軟成不完 就更好 撒麵的時候丟下去 有數可以計 一人一隻雞翼 兩條腸 有數可以計 兩顆魚蛋 雞翼兩腸 每人兩隻豬扒 你老爸似乎是異素 所以我就異素 然後買那些海鮮 以前我媽媽很有心 就會去街市自己買 因為街市最漂亮 而且你燒烤 你一定是買 燒烤很簡單 你火燒著它 如果你的食材不好 基本上就不會好吃 對不對 他就去買那些 冰鮮 那些青口 冰鮮 那些 對 冰鮮 那些 它不是帶子 就是原背 連橙色那些 實際上燒完中間那顆很小 燒完之後 一燒就縮了 縮到不記得 冰鮮 即是去銷鮮市場 沒有辣貨 就差一點 真的很誇張 然後我看見 眼睛都大了 街市買了 生蟹印條 對 然後我已經沒有眼睛 然後他知不知衰 他怎會知衰 人是不會知衰 然後那些人吃完 那些人當然很客氣 他說夠了 謝謝 夠了 當然說飽 但是他以為人家說 是不是呀 人家吃得多飽 不過人家有客氣 所以吃雲吞麵 對 外面的檔餐蛋麵很棒 對 所以這些都是 一定是愈多好過愈少 不是說我爸爸 不過都沒有所謂 這些不是說 吃不吃得完的問題 因為你請客 對 你邀請人過來的時候 你當然是希望大家吃得飽飽 不會說 還要燒了雞翼 吃光了 然後我看著我爸爸 我心想 好像打個眼神 是嗎?不是呀 燒光了 他看一看我 雪櫃 早幾天只剩下雞翼 拿出來出來 天啊 所以有時候真的搞不定 有沒有告訴媽媽 我媽媽說 你爸爸是這樣的 沒所謂 我真的吐血 雖然那些不是我的朋友 就是肉酸 因為年年我媽媽準備得很好 你知道通常這些都是女士們 打碰一切 可能只有家裡那個 一定是把 做完 我有幸在斗爺那裡燒的東西吃 真的很豐富 很棒 我媽媽去街市搞 去買的 所以就是一個小小的故事 一定是準備多好過愈少 所以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過年的時候 大家預備多一點 因為一群朋友、親戚 來到吃飯也好 吃其他東西也好 買外賣也好 還要燒的時候 嘩 吃到那個人快要癌症了 為什麼 燒得不好 不用想 不拿屁股出來 不奶架的人過來 就爭著燒 以前這些 可能我媽媽我姐姐 我一起搞 她的朋友我免得搞 全部變了黑照 燙燒、豚扒、炭燒、豚扒 撒完後 Og flaps再燒走他 怎捶掉 但 utilis landsную生意 怎能刷